大家好啊,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巴望着习包子赶紧死了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民情秩序啊,民情秩序 这个民意就是天啊,是吧,民意就是水啊 水能载舟啊,宜能覆舟啊,是吧 这个中国人从古道金句这么说的啊 说习包子人都希望你死,你真不死还真不行啊,你必须死 所以昨儿个习包子晚上出来秀了一下以后 北京当晚啊,很多人在街头当街烧纸 构成了一个北京夜晚的一个奇观,烧纸 这个事情呢也是赶得巧了啊,咱也要拟重刻一下 为什么要烧纸呢? 一方面呢,是希望习主席早点死,是不是? 你不死,中国人民没日子过,这是民意 因为一方面呢,中国人民也是没那么大的胆子的 中国人都害怕,是不是? 所以叫借替发挥,是不是? 就像过去的中国人反贼,马清朝,清风不识字,是吧 何故乱翻书? 很多人觉得这是瑜伽之罪和谎无词 但是你必须承认,中国的文人造反就是这么造的 他觉得很侥幸的想法 我写这么一句歪诗,我只是写诗 的确这个中文的中文的古典词语里面有清风 这么一个清风徐来,是不是? 他有这么一个词,然后我写一句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他侥幸呗 然后发现一下自己对于清朝的不满呗 结果没想到当官的皇上朝廷跟你当真了 跟你上纲上线 我就认为你是故意侮辱我大清王朝 我把你给宰了,你有别人吗?宰了不白宰,是不是? 所以一般情况下,中国人造反 他平时是屁都不敢放大 但是偶尔看见朝廷在走低的时候 朝廷的江山根基不稳的时候 国家领导人或者是皇上眼看着要咯屁的时候 他会说一两句牢骚话 搞点打油诗 完了以后搞点春秋笔法 完了以后暗杀摄影,是吧? 引射一下 所以呢,昨儿晚上很多人跑到街上烧纸 尤其是三环里边 据说烧纸的人特别多 有图有真相 很多人都拍到照片了 其实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传统的所谓的诡异节 这个诡异节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 我呢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说中国人有诡异节 我是从来不知道鬼节是什么时候 我只知道清明节 清明节是四月份嘛 清明节是怀念祖先的 去上坟烧香的,这个我知道 但是鬼节还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吗? 本人真不知道 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人都不过鬼节的 不搞这些个事情 鬼来鬼去的不吉利嘛 你还要过什么鬼节 我看到我过去的这个老朋友 老朋友 很有个意思的 这个冉银飞老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就讲说这个中国人是有鬼节的 鬼节是农历缺食物 传统节日 是所谓的中元节 又叫中元节 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一堆人在那里 就在那里寒沙热饮 上街烧纸 希望习主席能够赶紧死掉 完了以后老板现在有口饭吃 就这么一个意思 咱一定要理中刻一下 虽然我们要讲这个事情 但是人家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节日 是不是啊 这个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又放出了一个谣言 我就顺着这个谣言一看 我发现是有几分道理的 就是刚刚现身的包子 道理是真的是假的呢 有人说真的 有人是假的 各在一半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 包子都现身 大家散了吧 回去吧 不说了 但是也有人呢 就是拧巴着 就像我这种性格 就是比较拧巴 我一旦认定一件事情 我是打死都不放弃 是不是 打不死的小强 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智慧啊 我认为是一方法 北京大学有一老师就这么说话的嘛 说你这个 没有什么才华不才华 没有什么天分不天分 长久来看 每个人的才华和天分 它都是一样的 真的 人这辈子就两个字 坚持 坚持坚持 坚持到底的人 最后都牛逼了 都做成了大事 那些个东一囊头西一虎子的人 那些东风吹的毛泽 这些西风吹的毛泽东的人 最后都不在意 最后都是一时无常 人身唯有坚持 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啊 你看有些个很牛的人啊 他其实从你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的话 他就是毫无才华 毫无这个 这个流鼻哄哄的迹象啊 你说我们说这个 我就想我熟悉的这个 所谓的思想是层面的吧 你说康德这个人 长得不好看 身高的话 一米五几 一米五五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一脸的这个 就是 就是一脸的倒霉相 你能够想像这么一个人 日和普通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吗 是不是 还有这个英国有一个世人 叫普勃 身高一米三五 而且是个驼背 啊 根本就是啥都干不了 是不是 如果你家里出生了这么一个孩子 整个家门都不信 是不是 结果人家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 啊 啊 他的诗歌 长久的在大英帝国的博物馆里面啊 永远的大英帝国的文化的辉煌 那你能想得到吗 他想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啊 面对中共的这些个事情 我是把人分成两种的 一种人就是啊 散了散了散了散 回去吧 回去吧 一种人呢就是打死都不放弃 是不是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啊 说这个敌人太强大了 那个约书亚要带着自己的部队去攻 你硬攻是攻不掉的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就是连续七天绕城呐喊 是不是 你去围着他的那个城墙 就不断的转来转去 一边走一边转一边就高喊口号 你想想如果说你 你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信念的话 你你天天喊口号有什么用呢 你最多喊一天我是承认的 是不是 中国人有句话叫以鼓作气 是不是 也就是说你喊一次哪鼓 呐喊 喊两次是可以的 你看到没有 喊三次你就不行了 三鼓你就谢了 是不是 人家是七次 七天晚上七个晚上天天绕城而喊 为什么呀 人这辈子最大最大的麻烦 就是你的信念不坚定 你的信念不坚定 通常情况下 一个人做事情 他热情上来以后 能够坚持一个星期的 一个星期以后 90%的人都放弃了 三个月以后 99% 999999的人都放弃了 只有那个非常少的 可能一万个人里面 找不到一个的人 再继续坚持 而这个人最后就成功了 最后就搞出点事儿 我就跟你讲 就那些个坚持的人 那些个信念不放弃的人 就是你通过不断的去寻找真相 你能够不断的去发出这样的消息 说不定西包子真的就死了 有可能了 真的你不要以为是怎么的 怎么的 就是有些人发现这个包子的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这个人生病是绝对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脑袋这么大 是不是 这么大 肿的跟一个死猪头似的 那猪的脑袋平时是蛮小的 是不是 但是把它窄了以后 把毛都剃光了 是吧 把这个猪头从他那个脖子上面砍下来 然后你会觉得那个猪头特别大 大的是不行 中国人都过春节的时候 都把猪头砍下来 在那里祭祖宗的 在那个猪头的鼻子里面插几个大葱 是不是 就感觉那个猪头特别大 你平时你看的这个活蹦乱跳的猪的猪头 没那么大 为什么呀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有点腐肿了 有点肿起来 因为它是脂肪嘛 是不是 脂肪它是会腐肿的呀 细胞子现在的猪头 包子头就是特别的严重的腐肿 说这是一个人的胰腺癌晚期的最标准的特点 最标准的病症 是不是 说细胞子其实对昨天晚上出来 昨天白天出来秀一把非常不放心 所以到今天这段为止 哎 你看这个外交部的王毅又出来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我过不好 大家都别过了 我一听我就喝 果然是细胞子被人控制了 是吧 心里很愤怒 出来表演了一番 结果没成功 还是被人怀疑 因为这句话 过去西包子也说过的 就是西包子跟美国人打贸易战的时候 说我他们过不好 我们过不好 大家都别过了 这一回上回是对着美国人说过 这一回应该是对着土工的高层说的 你不老子 不让老子好好当皇 你不让老子好好当官 我过不下去 你们也别想过 咱一起同归一军算了 所以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土工中国包子 我个人说还要干大事 中国还有大麻烦出 还有大新闻出 我们又很高兴 只要中国出新闻 我们的日子就好过 谢谢